字幕志愿者 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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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神兔的我常常都会看着教主的IG 看到教母,就煮了一个 红萝卜炆牛肉给教主吃 见天气热,就试煮酸酸甜甜的炆牛肉 我今次就买了牛面猪来煮这个菜 牛面猪买了回来,就把它切粒 大约有一粒麻雀的尺寸 切好了肉就可以腌了 腌牛肉来说,我主要会用黑椒粉、蒜粉和盐 腌肉我会用手去拌 因为这样才可以将肉混合所有味 其实这个动作不用怕脏,不卫生 因为肉一会炆几个小时 其实什么细菌都会死掉 肉腌好了,如果有时间就可以放入冰箱 冰去大约2-3小时 在肉腌的时间,我们现在就准备切蕃茄 这次我会准备两个蕃茄,将它们全部切粒 我现在就会在锅里用牛油粒,炸一些油出来 目的就是想多些油的香味 拿起粒牛油之后,我们就可以放一些蕃茄粒到锅里 这次我煮,就放了日本清酒和味淋 我现在就会加些水下去煮一下蕃茄汁 煮到蕃茄汁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放牛肉下去了 把牛肉和蕃茄汁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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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就差不多盖过牛肉就可以了 因为炆完牛肉会变得少 牛肉会变得少 所以水分就会变得多 我会加一只干辣椒仔,让它有辣味 盖上去,用大火煮盖上去 煮一煮 煮了之后,用小火炆大约45分钟 之后我会加些红萝卜 之后用小火炆大约1.5-2小时 大约1.5-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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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一试味 现在我将牛肉和红萝卜拌均匀 现在我将牛肉和红萝卜拌均匀 因为之后我要将汁拌均匀 因为先拌均匀,再加茄糕 待会煮出来的汁就会更漂亮 当然不拌均匀,就这样加茄糕下去也没问题 味道也是一样 现在我将汁拌均匀 加茄糕 可以看到,加茄糕之后 汁就会变成橙红色 是很漂亮的颜色 这个时间就是最后试味 试乎自己的口味 去加茄糕的份量 其实可以看到这道菜很容易煮 煮来,可以送饭也行 用来送意粉也可以 试完味OK 就可以将红萝卜和牛肉放入汁里面 就可以用慢火再煮多半个小时 等所有味再放入牛肉里面 这个红萝卜炆牛肉已经煮好了 大家都看到,其实是很容易煮的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煮 这条影片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点赞 我再看看教主的故事 遲些吃什么,我再去学下煮 拜拜 拜拜